今天開始來看到是受到東北 季風的影響氣氧局在凌晨針對新北宜蘭 跟這個花蓮地區發布了豪大雨特報 而在明天國慶日當天還會有另外一波的 東北季風報導 這波的水氣會比較少 天氣會轉為乾冷 而週一的深夜開始北部的氣溫 可能會下探到二十度 氣氧專家吳德榮他也提醒說 在週二的清晨北台灣的平地最低氣溫 可能會降到十六度 另一方面在西北太平洋 又有熱帶擾動在發展 如果秋台生成 將有機會跟東北季風出現共犯效應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都要密切觀察 這幾天民眾還是能明顯感受到天氣的濕涼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九號一整天全台都容易出現降雨 但時候國慶日當天又有另一波東北季風報導 天氣將逐漸轉為乾冷 上半天的話在桃園一北跟東半部地區 可能還是有些下雨的現象 不過到了明天的下半天之後 乾空氣抵達之後 就會只剩下東北部地區 還有一些比較局部的性降雨 看看雷達回波圖 東北季風逐漸南下 對台灣影響增強 乾空氣也南下 水氣就會比較趨緩 桃園一北和東半部有局部短暫雨 其他地區多雲稻晴 但午後山區也有局部暫雨 更要注意氣溫國慶日當天 北部東北部高溫只有二十三到二十五度 中南部雖然還有三十到三十一度 但十號深夜開始 北部東北部溫度下彈二十度 有氣象專家預測最低溫可能會到十六度 中南部也降到二十一二十二度 另外根據各國最新模式模擬 在西北太平洋又有熱帶擾動發展 如果秋台深沉 將有機會和東北季風出現共犯效應 會比較偏向在下週的後半段 也就是大概週六 週日這段時間的話 不確定性還是比較大一點 未來這一兩天還可以再做觀察 如果產生共犯效應 將會帶來劇烈風雨 但氣象局分析 如果秋台深沉後往南邊走 共犯效應就不會太明顯 得等到下週未來動向 才會比較明朗 華視新聞徐姐黃瑞玲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